大家好,梁峰,今天7月4号。 上一期视频,我们谈到,美国想要和中国会谈,拜登想要和习近平在10月份的G20国元首峰会中会面。 那么,北京会如何来应对呢? 这将会是今年下半年,中美博弈的重头大戏。 首先是,中国对于会谈,或者是见面,在现阶段是兴趣缺缺,爱理不理,有一搭没一搭的。 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形呢? 美国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? 而北京又会是怎么盘算的呢? 这里面的大国计算,又是什么? 北京能够有什么对策? 美国在目前仍然是全球第一强国。 美国想要跟任何国家会谈,断然没有不成的道理。 两个多月前,拜登跟普京通话,在电话中,拜登约普京会面。 虽然拜登事后,宣布制裁俄罗斯,普京也知道,和拜登的会谈,谈不出什么结果出来。 但是,普京还是如期赴约,在6月16日和拜登见面。 两个星期前,伊朗当选总统莱希,在记者会上被问道,会不会想要跟拜登会面。 莱希回答说,美国必须要取消对伊朗所有的制裁,并且他不会想跟拜登见面。 老实说,天下第一大国的领袖,很多国家都有人想要和他见面。 也不是随随便便,想见就可以见到的。 然而,不想跟天下第一大国的总统会面。 莱希算是其中一个。 只不过,拜登也没有提出会面的构想。 所以,这也算不了数。 但是,对于美国总统拜登,想要和习近平会面的传闻。 北京方面,却是在打太极。 北京没有否认这个传言,也没有说见还是不见。 这是充分的东方太极权的外交手法。 非常中国式的手法。 那么,美国想要跟中国会谈,谈什么呢? 在上一期,我们说过这一点。 有人说,美国要中国做接盘侠,增加购买美国国债。 但是,在之前2008年的金融危机,中国并没有答应美国,大量购买美国国债。 证据是,从那之后,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,并没有明显的增加。 其实,金融危机之后,外国人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总量,一路走低,一直到今天。 都是这个趋势。 我们看一下图表。 在图表的右侧,我们可以看到,美国联储会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总金额,竟然超过了海外国际官方持有人的总和。 这代表了什么? 2008年的金融危机,美国大量搞量化宽松。 由于金额太高了,没有哪一个国家,可以购买那么多的美国国债,来帮助美国渡过难关。 在那些比较有能力的国家当中,也只有日本能够稍微增加采购美国的国债。 但是,美国有办法的。 美国不求人,自己卖,然后自己买。 左手印钞票,蒸发国债,右手就买国债。 联储会从市场上购买国债。 多数的时间,到现在一直没有停过。 这就是上一期节目。 杨凤说,我们的看法,跟网路上的看法,有一些不一样。 美国想要跟中国会谈,国债的议题,也许是其中之一。 但不会是主要的议题。 因为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,没有结果。 那么,这一次,美国印了更多的钞票,发行了更多的债券。 在这个地球上,没有哪一个国家,可以帮得了美国。 这是我们想要澄清的部分。 所以呢,美国想要跟中国谈的是,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。 后续问题。 这个协议是在2020年1月4日签订的。 今年底到期了。 而现在的拜登政府,面临了两个问题。 第一个,拜登当然希望,中国能够持续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,或者是服务。 如果拜登办不到的话,在对应中国这方面,拜登就比特朗普要逊胜。 因为这是特朗普时期所达成的成果。 第二,就是我们上一次的主题。 美国希望中国对美国让步,好让美国有一个借口,撤销过去对中国所加征的关税。 这样的话,会有助于美国降低物价,控制通膨。 至少在这两方面,会是美国的重点议题。 其他什么,气候变暖议题,疫情的问题等等,不会是美国的重点。 那只是平常的时候,对外冠冕堂皇的说法。 美国什么时候,这么重视全球气候问题呢? 美国又什么时候,这么关心全球疫情的问题? 接下来的重点是,北京会如何反应? 这是今天的重中之重。 第一个是,拖拖延。 北京现在采取的就是这个态度。 有时候,不表达立场,就是一种立场。 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说法。 所以,北京暂时不回应,就是要让美国好好地想一想,检讨检讨。 拖延,也就是不急着表达。 这有什么好处呢? 北京不想跟美国吵。 因为要表达的,之前就已经表达过好几次了。 本来北京还抱有一些希望。 看看拜登上任之后,中美两国的关系,是否能够改善。 没有想到,拜登是特朗普第二,是第三代的网中人。 上次我们说,欧巴马是第一代的网中人。 从2014年开始,就一直跟中国较量。 想要来遏制中国的崛起。 但是,无功而返。 第一代的网中人,寒恨。 等到第二代的特朗普,动作更犀利了,手段也更狠。 只不过,仍然是无功而返。 第二代的网中人,又是寒恨。 到了第三代的拜登。 一上任,立刻在第三天,就派遣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,到南海去,跟中国军事对峙。 好歹特朗普上任之后,也等了一年,才跟中国开始较劲。 而拜登上任,第三天就迫不及待的,要跟中国对抗。 后来,拜登又搞了一个新疆人权议题。 其实,这是老议题了。 但是,美国这一次,竟然用种族灭绝这样的控诉。 在没有十足的证据之下,就直接控诉中国,搞种族灭绝。 所以,北京觉得,已经人治意尽了,没有什么好谈的。 北京把美国想要会面的要求,晾在一旁,让美国好好地想一想。 北京第二个应对的措施,不着急。 什么是不着急呢? 中美双方谈判代表,会面之后,北京不需要急着表态。 更简单,更直接的说法是,北京不需要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。 现在需要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的是美国。 坦白说,中国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,是让步多的一方。 要对美国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,原本北京期待的是, 美国可以暂时停下,对中国的打压。 或者说,不要过分地打压中国。 但是,没有想到,特朗普政府在四个月之后,立刻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,制裁华为。 全球的企业,只要是用到了美国的技术,不管是软件、硬件,或者设备,都要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,才可以销售给华为。 从此之后,北京算是对美国死心了,没有什么好谈的。 2019年年终的时候,当时中美贸易谈判破裂了。 杨风就说,这一次北京是无法像以前那样,花钱了事。 因此中美的对决,还会持续下去。 所以,北京的两个态度,拖延和不着急。 美国要跟北京会谈,那就拖延。 等到双方正式谈判的时候,所用的招数就是不着急。 中国这2000亿美元,跟谁不能买去呢? 中国可以跟俄罗斯购买。 跟巴西阿根廷买。 跟新西兰买。 也可以跟欧洲,跟非洲来买。 多的是有国家,想要卖给中国。 美国对中国的关税,都已经加了。 对华为的制裁,也都到了极致了。 还把超过100家的中国企业,以及实体,放到了实体清单中。 对中国来说,美国还能够怎么样呢? 接下来,北京应该要怎么走? 怎么来跟美国谈条件呢? 上一期的视频,我们说,美国可能会用,取消过去所加征的关税,作为筹码。 但是,北京需要在其他的地方,再让步一些。 好让拜登拿来做政绩。 那么,北京应不应该接受呢? 这就是谈判的策略了。 杨丰先说一点。 美国如果从中国那边,拿不到2000亿美元的额外采购。 美国所谓的制裁中国,惩罚中国的姿态,就破了。 所以,北京是真的不着急。 对中国来说,还有什么好损失的呢? 这就是我们去年说的,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到期的时候。 反而是中国的筹码,不是美国的筹码。 这一点必须要弄清楚。 我觉得,北京可以这样说。 既然美国要谈,那就来一个大和谈。 测色底底的大和谈。 北京还是可以考虑,多采购一些美国的商品。 但是,美国必须要达成下面几项。 第一,美国要完全地撤销之前所加成的关税。 第二,美国要取消对华为的芯片禁运。 第三,撤销实体清单。 让中美双方的贸易关系,回到贸易战之前,达成真正的中美和解。 如果美国还是持续对华为的制裁,又有实体清单,还要保留所加成的关税。 那么,谈不谈,都无所谓了。 那样就变成了贸易不平的条约,经济不平的条约。 有人可能会说,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,起码让美国停止了新的加成关税的动作。 这个说法,看起来有道理。 美国也的确有可能,还是会使出这一招,再度向中国的商品加成关税。 但是,这一套,在今天的逻辑,不是那么有效了。 三个理由。 第一,按照过去三年来的经验。 美国对中国所加成的关税,有将近90%的成本,是由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来承担。 那么,北京又在乎什么呢? 既然大部分的成本,是由美国人民来买单,那就让美国加关税去吧。 没有理由,美国自己捅出来的篓子,要由中国去买单,由中国一肩扛起来。 所以,中国的真的不着急。 反正关税都加了,也都被制裁了。 美国还能够再使出什么手段呢? 第二,同样按照过去三年的经验。 中国的厂商,已经可以应对美国加增关税的动作。 美国这一招,招式已经用老了,效用不大。 第三,更重要的。 美国加增关税的措施,已经反噬美国。 刚刚说的,过去加增的关税,大部分是由美国人民买单。 结果就是,物价往上涨了。 美国今天又面临了通货膨胀的压力。 所以,如果拜登对中国再度加增关税,伤害美国的力度,会比中国要来的大。 结论是,中国真的不需要那么着急。 着急的是美国,是拜登。 因为拜登绝对不能够在这事件上输给特朗普。 所以,中国可以好整以下的,慢慢谈,不着急的。 最后,还有一个重点。 这一次,即将来临的谈判,对中美两国都很重要。 对中美两国,往后各自的声势,都很重要。 对美国来说,如果谈得不理想,拜登政府会遭受到双重损失。 首先,拜登会面临国内反对势力的指责。 特朗普的势力,会再度的兴起。 其次,美国对外的威胁,会受到折损。 因为,大家都看在眼里。 如果美国这一次,谈得不理想。 欧盟国家,更不会听从美国的要求,来对付中国。 这是为什么,美国着急的原因。 因为美国只许赢,不能输。 一旦输了,或者是不理想。 人心就患散了。 对中国来说,也是很重要。 如果中国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,取得了优势。 那么,无疑是宣告了。 美国这三年多来,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,经济战等,已经失去了效果。 美国赢不了。 另外一方面,欧盟国家将会在美中之间,采取更加中立的态度。 北京往后面对欧盟国家,以及一些美国的盟国,会更有说服力。 当然,如果北京还是像第一阶段协议那样子的,继续退让。 没有争取到一些东西,美国往后还是会继续打压中国。 美国继续打压中国,不会停手。 这是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的,也是大概率的事情。 但重点是,这三年来,跟着美国一起对付中国的国家,会继续施压中国。 对那些在中美之间,犹豫不决的国家,他们可能会继续犹豫下去。 甚至于,有一些真的会站到美国这边来,对付中国。 对中国来说,有三种可能的情形。 第一,北京谈判胜利,美国退让。 取消加征的关税,中国也不需要再多花两千亿美元,来增加采购美国的商品。 情况更好一点的是,美国取消对华为的制裁,取消实体清单。 不过,这个可能性很低。 能够让美国取消灌税,不用再花两千亿美元,就已经是赢了。 第二,北京继续花费,某种金额采购美国的商品。 两千亿美元,或者是一千亿美元等。 然后呢,美国取消所加征的关税。 在这个情形之下,中国也算是赢。 第三种情况,就比较糟糕了。 北京继续花费两千亿美元,来购买美国的商品。 而美国却没有取消所加征的关税。 有没有更糟糕的情况呢? 第四种情形,就是在第三种情形之下,美国还要求中国,在一些科技产品上,自我设限。 比如说,华为的5G通讯产品,电动汽车,电池等等。 这些中国比较占据优势的产品。 甚至于在其他的领域,比如说一带一路计划等,北京自我设限。 不过,第四种情况的概率很低,北京是不会答应的。 最后,我的看法是,北京只能够接受第一种,或者是第二种情形。 第三,以及第四种情形,就不用谈了。 如果是第三,或者是第四种的情形,那么北京宁可让谈判破裂。 毕竟,这一回着急的是美国,而不是中国。 对于中国来说,中国已经吃了一次亏。 第一就战的贸易协议,在2020年1月15日签订。 特朗普却在整整四个月之后的5月15日,宣布对华为新的芯片禁运。 北京应该了解到,中美博弈,不是什么堂堂正正的战争。 而是除了军事手段之外的战争。 包括了,经济战,科技战,和军事围堵,以及政治上的孤立和封锁。 但是,无论如何,美国的压力会北京来得大。 这都是因为,美国之前的姿态太高了。 以至于,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。 美国只能够一直赢下去。 否则的话,接下来就可能会一路往下滑。 这三年来,美国发动对中国的斗争,在策略应用的时候,并不是很理解。 也或者说,并不是很充分地掌握到物极必反,圣极额帅的道理。 美国也不懂了什么叫做迟饮保态。 我们的节目,不只是分析时事。 我们还做了前瞻性的分析和推理。 中美再次的谈判,第二阶段的谈判,肯定是今年下半年的重头大戏。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,中美谈判将会如何来走。 有关字幕的问题,之前我们是用YouTube的字幕。 好处是,只会出现一种字幕,繁体字或者简体字。 而且,出了错,还容易修改。 不过,一些长辈们,一来不是很熟悉如何来胜定。 二来,有些是在电视上,透过网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。 也就因此,不是很方便来使用YouTube的字幕。 所以,现在的繁体字幕,是直接迁入画面的。 而简体字幕,仍然是YouTube的字幕。 另外,有网友提一件说,只要一种字幕就好了。 习惯简体字的人,也能够看懂繁体字的。 我们也曾经一度拿掉简体字幕。 但是,立刻有网友要求,希望能够把简体字幕给加回来。 其实,由于简体字幕是用YouTube的。 如果不想看简体字幕的话,只要按画面上的CC键,简体字幕就不会出现了。 如果大家还有意见的话,请您留言。 请继续收看 风雨天下 杨风视频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